他真正後面的,就是整個contractocracy 下面 習近平一人管治下面 香港是變成一個突破點 裡面很多人會利用香港出版的東西來對付他 很多他吹出來的東西,方向走版的東西 香港即時踢爆 大國在外國的低B行為 包括香港人不斷攻擊強國遊客的行為 甚至要令人主動跟從黨去控制他的思想 是不容易的 他一定要有一個聖杯在前面 聖杯是大國崛起,民族復興 而香港人正正就是打爆這件事 我覺得本土自決,他們的問題都不在於 本土自決是假的,那個是虛的 因為根本沒有路線圖 實際執行方法又沒有什麼都沒有 他真正的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去中國反華 反共產黨,不是反華 而是反共產黨 但是如果他能夠成功地 將反共變成反華 他就可以消磨了這個反對勢力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你問我出路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坦白說 香港建國那些是浪費的 我覺得是口號 但是你只要撕掉這句口號 你仍然站硬反共的立場 你動我什麼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要變陣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提出了一個新論述 我在我的面書上 就說我現在主動做中國人 因為你說,你用法文寫我事查理 你不是法國人就說做法國人 因為你有一個感情 你覺得查理那些人 因為寫漫畫而被人殺 你就覺得跟他們感同身受 你覺得你是查理 我覺得我們剛才說過的人 例如劉曉波、劉霞、浦志強 或者黃宇、趙威、高智成 這個名單是無盡那麼長的 我們如果有同樣的情懷對查理 那些是法國人 我們又不懂法文 我們應該說 我本身是香港人 我覺得如果香港是一個國家 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感情 去支持 你罵得多 變成我們不敢說的 建設民主中國 有什麼問題 我對著他那個東西 然後插他那個東西 你這個大國 是令人走進地獄裏面的 有什麼問題 我們要改變這個東西 因為這本書 是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的 馮克出了三本書 將中華人民國外又成立到 現在批到體無言呼 但是馮克是香港大學歷史系的講座教授 這個就是下篇 他那個上篇 1979 這個就是講現在 這個就是講歷史 這個就是講現在 那麼當日 香港大學成立 其實裏面的人 就推翻滿清政府 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在香港 那些就是支持孫空山革命的人 對 我們在香港 就要顛覆這個 這個完全是人類公敵的政權 但是我們是中國人 吹我們的帳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最後牽涉到 香港人的政治想像 對未來的政治想像 是什麼 究竟你是在想像一個城邦建國 一個獨立的國家 再重新發行自己的護照 爭取別人承認你的資格 等等 這些是什麼 還是你堅守著現在我們已經有的東西 就是你好學不學 嘗試去 很多人不問 那有什麼用 九組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用這樣的標準來講 做人都沒有意義的 你都是九份九份 如果你常常躲在家裡見國 然後做那些什麼鳳凰企 國旗設計比賽 國旗設計 然後大鵬金資料 或者把你的香港特區護照 學台灣的小學機 黏著去 寫一個香港共和國內 那你就還狗 狗到沒得再狗 這就是精神勝利法 我覺得 是啊 老順最厲害 就是弄出一個阿Q的圓形 整班都是阿Q 是啊 就是精神勝利法 但是你說 就算是論述也好 我覺得 都是有所謂的標準 論述對社會 產生什麼影響 我覺得 始終 剷除民族主義病毒 剷除這個 強國崛起民族復興的病毒 總比宣揚獨立建國 在香港的現實環境裡面 是有一個更加明顯的作用 因為 初中歷史教育 新歷史教育課程全面復活 國民教育借歷史科來復活 等等這些事情 是每個家長都面對的問題 包括打開報紙 鋪天蓋地這些民族主義宣傳 都是現實問題 這次釋法已經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究竟有沒有辱華 什麼 知難什麼意思等等 就算我說 最簡單 你去make sense 現在身邊發生的事情 都幫到大家 怎樣去make sense 現在身邊發生的事情 總比你在沉迷一些口號 而且口號是空洞無物的 我都說 你是怎樣走 新分黨就是什麼 我是不宣誓 我又不做議員 就不承認英國主權 你告訴我是不是這條路 是吧 但是你要記住 因為當時 新分黨在北外面對的 是一個民主國家 是英國 所以他不可以馬上DQ 新分黨的議員 就算他不專制也好 你就要走入對方的思維 你不是走入他們 你怎麼知道 因為英國的多黨政治 有一個議會民主 所有那些 無論工廠 當時的工黨 保守黨 自由黨 每個人都有一套思維 跟我們一個專制的天朝是不同的 所以新分黨是這樣去鬥爭的 所以我就說 你要民族自決 公投 那我就敲 怎樣去建立一個公投的機制 而這個公投有法定權力 是得到主權國認可的 敲 如果不是的話 那也是一個口號 但是孫中山革命 不是一個口號 記住 你想想 當日他們那種種族主義革命 最先 叫做驅除撻魯 種族主義革命 是漢族和滿族的殊死鬥爭 你想想 那些留日學生 是激到陳天華 那些是自盡的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在日本學的 叫做無政府主義者 和恐怖主義刺殺行為 是去刺殺那些滿清大臣 你說當時的汪精衛 我們第一、二集都講過 汪精衛起床就像黃之鋒那樣 上一年多 就是去刺殺這個滿清大臣 寫定這個絕命詩 結果流傳出來 就成為革命先年 即是如果革命和政權變更 不是來得那麼快 汪精衛也可能會死掉 當然 但我猜不是 我猜是收了水 所以陳碧君 因為是馬來西亞的富商的女兒 但這個當然也有這樣的事情 你想想 陳碧君的樣子 鄧穎超 那為什麼汪精衛這麼英俊 我覺得是很奇怪的 可能我膚淺 上游深深 我覺得年輕的汪精衛真的不錯 但是後來他變質之後 那樣子就開始走樣 也是一樣的 第三個方法就是 只要我們勇武抗爭 再一次暴露共產黨的邪惡面目 那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只要讀中國現代史 就知道共產黨的邪惡面目是怎樣的 甚至聽一下 《鹽王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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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知道 那為什麼又要去扔磚才知道呢 即是 以尤小姐的說法 是她暴露出來的 那又不是 我覺得 現在她在立法會暴露什麼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 可能Lance拍了一張照片 但是她沒有暴露到中共的任何東西 當然沒有 我告訴你 中共的本質是什麼呢 根本就不是他們現在所說的 你如果看完教授那本書 共產黨一樣是沒有變的 我覺得 就叫做《roofness》 冷酷無情 你知道我們看回周恩來的歷史 鄧少奇、鄧小平、毛澤東 這些所謂共產黨的所謂大佬 他們那段的歷史 由1920多年一直到1989年 其實你不明白他們那種冷酷無情 你絕對不理解為什麼他們的發展會是這樣 他們可以犧牲所有 沒有底線那個 不是青年新政 真正沒有底線的是共產黨 那青年新政一定有底線 底線就是坐的士 或者Moonwalk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不知道那種列寧政黨的本質 其實我建議大家看周恩來的個人歷史 我覺得很看過毛澤東 也對我們的啟發是最多的 我覺得周恩來是一個迷洋的人物 現在美國的高文謙 他寫過一本應該是晚年周恩來 那本是OK的 因為他都有很多大量的資質 但是你看他在史太林 共產國際院東局 如果蔣介石 毛澤東 如何周旋 在每一個位置裏面 如何後發制人 如何去出賣自己的同伴 如何去為了自己的目的 不擇手段 你會知道一個這麼完美的人的形象背後 其實都是這樣的人 都是這樣的人 你就知道你面對的政權是一個什麼的政權 所以我說如果沒有這個認識 對這件事一無所知的話 你正在做每一件事 你都不知道是否中伏 究竟是變成一個什麼的工具 如果一個進入毛澤東式的治國的話 不熟悉共產黨史的話 其實是更嚴重的 因為共產黨是一個最注重自己歷史傳統的執政黨 而我覺得香港人正正在這方面 就是最沒有興趣的 對那些事情 亦都再覺得不需要知道 我想解釋一下 剛才我所說的 我們的身份認同 以及我們的文化意識 以及我們的思維 是絕對不是中國人的 我覺得香港是另一種東西 我現在也是嘗試去研究 我們的身份認同的根源 由一百四言開始說 但我剛才提出的那些論述的口號 你不讓我講港獨 我就是講中國 我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 我們要看中國的問題 就是這個黨 然後我們希望國內的鬥爭 我們大家多些關心 國內的人爭取公義的奮鬥 我們對他的那種 compassion 應該多於對我視察你 應該多於對敘利亞的轟炸 應該多於對 ISIS 因為剛才我論述過 就算香港等於芬蘭 中國等於蘇聯 芬蘭如果處理不好 跟蘇聯的關係 他都玩完了 他都玩完了 他完全是一個獨立國家 都玩完了 所以我覺得所有所謂要建國的事情 我們上次講過 建立一個香港民族 其實你究竟這個所謂Civic Nationalism 就是公民民族主義 只是存在一個象牙塔裏面 一去到實際操盤 就變成踢行 看口音 那些人在哪裏出生 因為他沒有boundary 但是種族的民族主義 就是最清楚界定 所以為什麼孫中山 推翻滿清之前 後來也要改 就是種族 推翻滿清之後就是公民 他就是搬龍門 因為他要繼承大清帝國 他就叫五族共和全部進來 其實政治現實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偽命題 《成報》說得對 其實港獨是一個偽命題 我們一定要轉換整個鬥爭策略 以及你的論述方式不轉 你的論述方式不轉 你就下下給他現在牽制著 我覺得反過來 因為始終香港大部份的人 都是教的 他們都是覺得這樣不對 那你就會處於一個 每一次他動你的時候 他都拿到道德高地 動多幾次的話 你的群眾基礎越來越削弱 他就動得你越厲害 其實你要看香港的人 雖然他們的身份 其實他們的思想狀態 跟大陸的人有很大的分歧 但是你現在七百萬人 你這樣問 大部份人仍然很難接受你 侮辱華人 這是一個事實 你不可以否認這個事實 那為什麼要被別人騎劫你呢 為什麼要被別人劫住你呢 我就說你變成了做了別人的一個棋子 對 這個不是你 我們要聰明一點 因為你跟一個這樣的哥利亞鬥 你不吃腦就死了 我覺得 因為巨人進擊 現在不是說他還是老江的年代 那你所謂的升級呢 其實我覺得荒謬的地方就是 學聯絕對不是鬼 學聯是很忠心地搞雨傘運動 他走到最前線 捱到很多人去罵 但是學完最大的錯誤 就是11月30日2014年的所謂的升級 就說這個叫做對準政權 然後叫人衝擊那些政府 其實那些傢伙就在你問我 是嗎 就沒有勇氣叫人走 是呀 就想做一件什麼事 然後就散一下散水 好過就這樣散 好像是左膠散水 所以你看到昨天清明清正 昨天就說走出馬路佔領 你馬上建了一些帳幕 然後跟著整個遮打字 收拾在那裏 你是不是傻的 真的 而且很快看到他們 也是馬上爬底 所以就說 將你放在那雙鞋裡 一樣是會面對那個問題的 對呀 以前當你成為大台清正昨天 就被人指著在X 對呀 你成為大台的時候 你說後撤的話 你也被人X 你X人的時候 就這麼爽 整個褲子都濕了 對呀 對呀 這個Cable TV都口震震了 所以我就說 這個就是營眼部來的 真的 是的 很多人說 對年輕人的批評 不要太苛刻 其實我還是說一句 年輕人要讀多些書 讀多些書不是讀死書 而是有很多政治的論述 有很多對中共的了解 這些東西是要補的 不是說在Facebook status那裏寫幾句 踢一張照片 踢你 這樣就搞定 這些就叫做即食 在互聯網時代的即食的政治討論 這些是沒有意義的 我覺得 只會助長那些人越來越懶 越來越什麼呢 越來越靠那些激烈的延遲 但你最終發覺 原來的行動也是一樣的 香港眾志和他們有什麼分別呢 只不過原來是最終取決於延遲 原來是激烈不激烈的 即是說出來夠激烈就過癮了 是不是 激烈完就算了 大家就自己圍牢取暖 自己自嗨而已 但最終我覺得 這本書 為什麼我們會在今天講呢 正正是因為 跟香港未來的政局有關 即是說這種 習核心高舉的民族復興 民族主義大國主義 香港是一個方向走板的 即是在一個大合奏裏面 突然間 Lancy就拿一支儀壺出來拉 就拉到走陰 這個就是香港了 就在他那個很紅壯的 John Williams 那種 星球大戰那種配樂裏面 即是我們就搞過 突然間有一支燒 我們就弄一顆蟑螂 在他的煲板上 突然間有一支燒 就在那裡吹這個 綠島小夜曲一樣 就跟他這麽宏大的管弦樂 完全是不相配的 現在他就要強行把我們調整到 跟他的音調一致 你選立法會的 就要跟我的標準 我的標準就是 思想言論審查 然後宣誓之後 是有法定追究的 即是說你在宣誓之後 你在立法會的言論 違反了你宣誓的話 他都可以追究 現在是 然後你宣誓玩東西 就可以DQ你的 然後你做了議員之後 如果跟你宣誓的時候 的言辭不符 又可以DQ你的 所以行政長官就是這樣 你只要進來我的框框 去篩選了不受歡迎的人物 我就給你一個人一票選 現在其實已經間接 直接修改了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方法 這個不是釋法 這個是修法 其實是修改了 你要選一些我認可的人 其實本來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資格 其實是不關他的事的 因為香港的選舉制度已經行之有效了 他根本是完全修改了第104條 現在是潛建了一個限制香港的選舉 包括在立法會議員的行為 也是潛建了一個他干預的機制在裏面 就是所謂的監製人等等 其實他自己是修改了基本法 裡面所謂取消議員資格的那一條 不知道第七十幾條 79條 是他自己潛建了第八項行為 本來有七項 覺得很清晰 現在潛建了第八項 所以我就說他開了這扇門 他就不會停的 是 他會一直扯下去 現在是 不過在這裏 可能我們預早說了鬧鬆說的話 但是我覺得他這次的釋法也很嚴重 因為梁振英真是頗糟糕的 因為他漏了香港的兩個字 但是他就說他沒有所謂不認真不莊重 但是有一個叫做完整 如果梁振英在2012年的時候 宣誓不完整 那是根據金字釋法的條文 是要DQ的 就算不DQ也好 他這幾年的特首的權力 是在法理上沒有的 那官員也說了 上次審議梁振英決定的時候 那官員也說 習兆堂是誰提出的 他說我一定會預計 某官說我預計了 我預計了有人會JR他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有理據 因為他這次想不到 我想他整這條文本的時候 是同時處理不到 他已經爆燈了 他不知道香港有人查到 是漏了香港的兩個字 所以他可能要再認識多一次法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不認識多一次法 這件事 梁振英這幾年的管治 那個合法性全部都崩潰 我告訴你 這個釋法 就是等於我們經常都說的 就是拍完敵立 就跟著什麼都理得了 就是現在已經是捆綁完了 所以如果這次打開了Pandora Box 他真的會再釋 我覺得就不斷釋 釋法就成為一個常態 就是說當有議員在議會站起來 我之前在香港見過 這樣呢 又會有人JR他 是不是違反這個104 那人大常委呢 又立即召集 又要再解釋 然後就直接 由李飛游走來講話 因為問題就是這樣 其實他沒有可能直接 驅逐取消他的資格 他始終是沒有法子 他要有一個程序 沒有法子對梁振英人 直接作出裁決 一定要去到司法 司法覆核 然後人大才在後面 打開後門衝進來 然後由他們去審 然後這樣而已 所以我就說 陸陸續續不單止是現在 所以大家選了之後 都沒有意義 然後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這次網上開了十幾個人的話 泛民是會因為這樣 而沒有了一半的議席 就算補選到那些人 都不可以再參加 如果是這樣 他實在是違反了他的選舉聲明 即使用那個何禮償 好像調職了 找一個什麼禮償都好 就去DQ他們 那立法會選舉選來做什麼 這是大家會面對的後果 你選完之後 原來還有驗票 這個就是由90年代開始 我告訴你 他最終今天做了 就是要驗票 那時候是直通車驗票 彭定康不肯跪下 我不要直通車 能遠你推倒重來 當時香港人的選擇 都是支持彭定康推倒重來 但是今時今日他現在驗票 香港人的選擇是什麼 其實他看到的 其實一擺明就是行政長官驗票 立法會議員要驗票 驗過那個放大鏡 看完你的腦袋裡面 有沒有這個港獨思維 然後才讓你選不選 即是你未進去參選之前 就差不多查三代 看你政治上是否夠不夠堅定 但又未必的 你看到的 他不信納梁天琦 是真心悔改 那游慧貞、梁仲恆就可以 陳澤濤也可以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 陳強和楊繼昌也不行 那個叫什麼陳國強 陳國強和楊繼昌也不行 楊繼昌就是什麼 楊繼昌是自己不填一張紙的 所以你不要說他也是一事同仁 他是選擇性執法的 其實也是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很惱靠的 我覺得香港的過去一個簡單公正公平的選舉 其實就是玩完了 因為他選完之後 他還要執行一個確認的程序 這個叫確認的程序 不是釋法、不是宣誓 是一個確認的程序 你以為老老實實 根據宣誓 這樣就能夠過關嗎 接著他就引伸到 你在立法會的言論 有沒有違反你的誓詞 其實梁天琦是一個好例子 他剷了Facebook 又說擁護基本法 什麼跟他都差不了 他就不信他真心悔改 即是他說你的心始終是這樣 你的心就沒得好說 那你誅心之論 就算我入到立法會 我說我擁護中華民共和國 共產黨萬歲 那你都可以說我不是真心悔改 所以都不用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這樣搞法 但是我覺得現在有個流動 始終就是梁振英真的很混亂 他說為什麼你講漏了香港兩個字 以及今次釋法的文本 是包括完整性的 所以我認為 這個絕對在法律觀點來說 2012年到現在的特首 法律上的合法性 其實是全部都有問題的 就是根據他的釋法 很簡單 到時到後就搬龍門 如果去到釋法這一步的話 龍門已經不會搬 所以不是香港 他一定會放過黃定光 一定會放過梁振英 是不是 香港的爛就是這樣爛 因為再弄下去 就算人家怎麼幫你搬 那些外國人想在香港做生意 那些外國的資本 就搬不了了 搬到那些東西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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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辦法的 跟習近平治下的中國 所有決策都是暴力什麼什麼 暴力救市 現在叫做暴力釋法 暴力的意思是說他硬來 硬來 是不理程序 但是他是用一個正面的 把暴力視為一個正面的常態 正面的常態 當日李克強就說 我要暴力救市 你回去照顧小孩 你沒有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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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真的有些人跳樓 有些人跳湖 所以我就說現在就是暴力釋法 我覺得他根本上也不介意 對於國際的看法 香港人的看法 因為他要維持他這個一中帝國 習近平這樣的民族主義掛稅 他不容許香港有變調 有不跟著旋律的聲音 所以說不說讀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房子 最重要就是他消滅 你看那個鴻鑼灣書店 一直扔下來你就知道 他是要消滅那個異端的聲音 腰心腰肺 頂住他胸口的聲音 這個才是最根本的問題 而這個鬥爭是會很長的 如果你沒有一個和他鬥長命的準備 其實很快就會 自己收皮 你會厭倦 然後會離開 甚至很多時候因為衝擊問題 而被捕 甚至坐牢等等 所以我就說 現在年輕人 就算去跟隨也好 都要裝備自己 不要只是 別人好像將你像湘西趕屍一樣 一貼到香港建國的符 然後他就跳在那裡 昨天在我旁邊有很多人說很多話 嘴巴很紅毛 又說這樣搞不行了 自焚才行 我說不如你開始吧 為什麼你去 那我幫你碰 馬上走人 當然馬上走人 不是 我現在很辛苦找到一段東西 我Facebook 裏面 說 同貢狗說浪氣 武裝起義殺個片甲不留 不自由無靈死 我說 我說你這幾句話 全部都是說的 是嗎 你真是說的 你說一千次都沒用 說這些話 我是最反對你說這些話 我覺得這些就是咒語 一年尾上來 就拿道德高地 然後其他人就是 說完之後 就幾十個讚 是嗎 好厲害 就是 你知不知道 那個鴨利周部 那個鴨部 他之前在Facebook 說 不自由無靈死 他講完之後 就坐的士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即是 檢查了他 post的時間 是啊 即是我覺得 你真的不要說這些話 反而我說 我本來就不是中國人了 我現在特地要做中國人 我就要做中國人來拆你中國人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你看回 從二幾年到現在 回顧整個共產黨的歷史 你跟他鬥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保持自己做人的底線 其實什麼都是假的 你口頭勇武 說到自己會非也好 什麼都好 在共產黨眼中是Nobody 你對著他 他什麼工具都有 要錢 可以用錢人有利 以前在30年代 40年代 用色的也有 是吧 我剛才說的 安排情婦給你 又有 然後你要的 虛名他又給你 那些民主黨派 什麼文一多 那些 董必武 全部種福良壽命 是吧 他給你很多光環 給你一些貴官 是吧 北大的教授學者 留下的那些 結果被毛泽東 整得生不如死 痛不欲生 是吧 最終反思他們 就是什麼 面對共產黨 你只要保住 做人的底線 做人的底線是什麼 就是你發起群眾運動的時候 你要有所承擔 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要告訴你 你的追隨者 我是在做什麼 這是做人很基本的要求 不是說你特別勇武 就不需要這些要求 這是做人的要求 還有很簡單 就是叫人切有什麼問題 眾志長毛叫人切有什麼問題 你衝來做什麼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你要回答 你站著做什麼 如果不是 我看到梁頌岡站在做什麼 那他究竟想衝什麼 昨晚 接著就說 其他人散流 游慧貞就說 我們要進行野貓式的抗爭 野貓式抗爭 野貓式抗爭 即是 即是你們自己搞 創作一點 即是你喜歡搞什麼 你喜歡搞什麼就搞什麼 這樣 即是我撇 我撇 你不撇 你野貓 所以我就說 這些說話 你自己要聽清楚 我看清楚 昨天有很多我的同學 即是教書的人 那些學生在前面 都很擔心 因為知道很大可能出事 所以我覺得 也都是 年輕的人來說 你要記住 抛頭爐灑熱血 就不是說的 其實 就是長期這樣做 也不容易 即是剛才我講的 Facebook 那段 很多人都寫這些 其實我想unfriend他們 去寫這些 那些人 即是有什麼意思 是吧 不如你走去 你覺得那些是共狗 你又要 怎樣 要起義 你立刻去起義 就像昨天自焚 我幫你點火 你自焚 還有很簡單 我覺得 如果 你是一個 真正自焚的人 有片看的 你看回 當年越南的僧侶 怎樣抗議這個 吳亭嫌的政權 今天青海的狀人 怎樣抗議共產黨 對他們的宗教的迫害 其實那些人 你看完之後 你不會再輕易 去講這些話 因為那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還要記住 我記得我在北丹的時候 我跟一個當地人 講開狀人自焚的問題 一個很有見識的 一個北丹人 在聯合國工作 他說 對著英國有用 對著共產黨沒有用 我問為什麼 因為他們根本 在他們的黨裏面 是沒有人性的 你自焚 去犧牲自己的生命 你只是對著一個 仍然有一絲人性的執政黨 他會覺得很傷心 他會受益論壓力 他會受益論壓力 你甘地就可以了 對著英國人 你試試甘地對著共產黨的男 男爭女 當時吳亭嫌 因為是美國人 因為是金賴迪 吳亭嫌和佛教的群眾 是很大的 他是天主教 但是美國是一個開放式的傳媒 美國的傳媒 專門是令到政府尷尬的 它的存在目的就是令到當時的政府尷尬 如果不是任何這些自殘、自傷其身 作道德譴責的行為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是沒有意義的抗爭 你說廣德法師的抗爭有沒有意義呢 絕對有 因為他就令到吳亭嫌倒台 他就直接令到吳亭嫌倒台 是啊 所以說這些人 講話就口輕輕在那裡 最終你踏著他的肩膀 你說那裡有速龍小隊 我們過去打他 他馬上離開 但是我覺得香港就有一個本身的框架 這個框架 我們設定的局已經是對的了 就是說 我們令到香港人看到 其實我們可以在現存的制度裏面 去做一些合法性的抗爭 而令到他們腳軟的 譬如說 張炳良和陳茂波 全部跪下了 還有很簡單 習近平這麼重視 要 earn 外國的 respect 用這麼多錢 就是說他們最介意的 其實我經常講一句 為什麼不可以重複做李柱銘做的事情 在80年代、90年代 就是你一定要培養一些政治領袖出來 是有能力 在國際層面 可以數臭他的 是啊 你看到的 他正正就是 他用這麼多錢 用這麼多人力、物力 如何封殺黃之鋒 不讓他泰國 不讓他馬來西亞 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擔心黃之鋒 會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李柱銘 然後他們可以 去周遊列國去數臭這個共產黨 他現在怕什麼 我告訴你 怕香港人是什麼 就是怕你國際聯繫 怕你對傳媒的聯繫 和國內維權人士的聯繫 這就是為什麼 他要千方百計 用藉助港獨勢力 來摧毀這個民主派的原因 因為你那些 access就潑了下水 他鬥也鬥不散你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有這些網絡 有這些政治資源在 如果當他用這個派系來取代你 他要收編那些彈散 用什麼 沒有跟沒有強 因為 有些人經常說 這些是失敗的經驗 他沒有實際的證據 我覺得 李柱銘、陳方安生 他們經常說這些話 成本其實是很低的 但是 他要勞私動眾 令到紐西蘭政府要滅了 DQ DQ 證明你擊倒他的妖害 當然了 你看黃之鋒也是 搞到巴玉灰頭肚臉 對 黃之鋒幾句話 巴玉又不知如何應對 另外還有這個誰 朱凱迪 他在BBC 當然有些人立刻罵他 我立刻罵他的人 你罵他什麼 說他現在是不是很聰明 是不是這麼抵賺 這些不是酸葡萄 我覺得這個態度很有問題 你想想他立刻過去英國 可以跟影子內閣對談 拍了一張照片 這些東西其實很有用 另外上到BBC 有一個很大的報導 然後趕回來星期三開會 他盡了他的能力 本來當時的焦點是在那裡 但是我們香港突然搞了另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瞄準核心 既然有人聲稱自己是核心 你就要瞄準核心 就不要把那些問題 只是說689 689在國際層面是Nobody Nobody care 根本沒有人重視他 是一個香港國際上 聲譽與民亡最低的行政長官 所以你插他是沒有意思的 人家有興趣插的是什麼 就是核心 所以你不瞄準核心 不扣緊今天已經對這個核心 很多人投以懷疑不信任的眼光 在這個國際社會裡面的時候 香港人就是要做這件事 就是要頂心慘 就是要邀心邀斐 不過你不要跌下去 他的民族主義 那個陷阱那裡 他就會用開動這個宣傳機器 去打你棍子 去陷害你 但是你只要不跌下去 我一樣可以做那些事情 我一樣可以說那些事情 為什麼一定要揹著港獨的招牌去說呢 反而揹著那件事去說才難說 我覺得你就不會討論那些事情 所有事情就像是689的問題 而不是中共整個管治模式的問題 如果將問題提升到那個層面 你一定有國際輿論支持 你問是不是有很大的效用 正正就是我覺得 既然因為他要心腰肺 所以你就要揹著他最重要 最痛的那件事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Lance 就好像... 是啊 因為殘了很久了 Lance 有很多才華 這個比真人更像一個人 就是Lance 畫的 我覺得他很像一個人 很像一個人 是啊 就好像... 有點像了啟智 是不是你來的呢 居民是畫我的 居民是畫你的 但是我看上去就... 我沒那麼英俊 第一就是他... 我想幫你做了這個叫激光磨皮 以及打了Botox 是啊 Botox 太過分了 所以就... Botox 可能打得太多 但是都... 捕捉到你的神情 那種... 就是這個... 看著別人好像做傻事那種... 那種表情 那種表情 好像昨天在遊行裡面那種眼神 是啊 就是看著旁邊說自焚的時候那種眼神 那種眼神 你馬上去吧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 希望黃師傅太座快點... 楊師傅 喂 不用那麼緊張 不用那麼緊張 希望楊師傅的太座 已經是十二點了 精神開始 早日康復 早日歸隊 好啊 城寨 是香港真正 沒有大台 沒有糾察 只有群眾的地方 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 使出十八官武藝 施展 混身解數 大家在看的是城寨 我是劉世良 天才一剔 天才一剔 天才一剔